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来看一下热卖的手机 华为Mate 60 Pro 不知道赖老师换了没 还没换上吗 还在研究中 我已经都把它那个装过来 已经设定好了 等我儿子来帮我最后一个 把它装上去就可以 因为我们都很关心今天 你们能看到 我当然很关心 因为每天在玩 我刚下订单又成功了 真的吗 你是说串烧 你说串烧 你一定当成功了 聊串烧 加盟了两个 我们在讲华为 你在讲串烧 对 好 我们回来讲华为 华为它其实现在 真的是不断的秒光 或者是我们讲秒杀 它在各个平台 都是呈现缺货的这个状况 所以它这个12999起卖 现在目前看起来 这个热销的余温都还没有散去 那在9月14号的10点08分 这个Mate X5正式开启销售 也是立刻被秒杀 那所以我们看连京东 这个跟淘宝 这个比拼的一个一大平台 他们竟然都还派出了 他们的这个吉祥物狗狗 都开始出来唱歌诉苦 说我们连官网都没货 我们来听听 最近过了 最近过了 官方都没错 我也很高兴 我记得微博 早餐热播 没有想法来要战胜游户 不惜他不惜我开车 我快看过你 心情深处 想你偿望你 对你年轻 绿子不和我 今天我要回复我 总结在进货了 我们之后一幕的画面 真的现在大家都想要 可是大家都买不到 所以大家都有点 羡慕嫉妒恨这个赖老师 不要恨 羡慕嫉妒恨 羡慕就好了 好 然后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京东的手机通讯 就说我想让你用货 狠狠地砸我行吗 华 还这样子喊华为 然后遥遥领先 我们遥遥领先 领先超过50% 还甚至他们现在都 很亲切地叫华为 都叫华 华可以说 这么说可以给我多点货吗 我夸奖你遥遥领先 给我多点货吧 那现在目前 你看华为终端 他们的这个微博上面讲说 目前累计发货 达到1亿台 完全超出预期 可能从原本的这个2000万台 然后变4000万台 现在他们说可能累计发货 可以到1亿台 那连这个Pro系列 现在已经上调到2000万台 所以看起来 华为不断在上修 它的这个出货预估量 因为大家都在排队 甚至还有人讲说 1亿台 就是全中国大陆 每13 14个人 里面就有一个人 要买一台这个华为的新手机 这比例真的是非常的高 那这一次华为的秋季发表会 他们讲说暗欲重生 因为他们是选在25号登场 两年前同样的9月25号 是孟晚舟回到中国大陆的那一天 然后也是回到了深圳 所以他们这一次就在深圳 来办这样子的一个秋季发表会 那他们甚至还播出来这样子说 这个攀登的每一部 都会奏响新的乐章 然后最大的阻力 给我们最大的动力 看得出来华为是有备而来 针对着这过去 这个孟晚舟事件而来 他们可能要来 这个重新 这个站回这个市场 那所以他们宣传口号是讲说 山河同心 聚力新生 那甚至连这个华为的常务董事 余晨东在第一时间都转发了微博说 好戏一台接一台啊 我们9月25号见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两年前孟晚舟是怎么说的 我想感谢我的祖国 还有我祖国的人民 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这是我走到今天最大的资助 谢谢大家 好所以华为非常的热销啊 你看到现在还有这个 美国的一些网友哦 他们的画 画成这种Q版 华为过去拿小刀的时候呢 跟这个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大怪兽 对决的时候被美国一只大手给弹开 然后他在旁边沉浅多时啊 后来再拿着这个上面写的60的大刀 就是这个60Mate 60 Pro 就把这个手也砍伤了 然后把对手也击败了 那现在华为甚至在官网上面 官方的微博啦 上面还讲说 现在他们这个新闪的技术呢 还拉近了中国大陆的 140多家科技公司 大家一起打团体战哦 就是现在整个好像 美国越是这样子打 越让这个中国的团结的力量 越是被激发出来 大家开始全面的 跟华为站队在一起 感觉就像是一个中美对抗一般 所以我们看看 究竟是谁被打压呢 人家讲说这次看完苹果的发表会说 我还以为制裁的是苹果 感觉苹果好像跟三年前 就是这个大概是iPhone 12吧 12 13 14嘛 现在到15嘛 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 还以为是苹果被制裁三年 但是讲的也是蛮逼真的 那你看到现在很多国家的一些首相也好 总统也好 也都开始在大战华为 柬埔寨首相红马内 他会晤了华为的董事长 然后好像是不是到中国大陆 都变成华为是一个必去行程 那你看马杜罗还讲说 我拿的就是华为手机 这是我梦想成真的时刻 变成各国元首访华的新行程 就是华为见面会 那苹果反倒是现在 因为没有太大的惊喜 就只是你充电插头变Type-C 而且不是快速的那种 还是USB 2.0 所以感觉上面 就只是换个壳 换个充电 没有太大的惊喜 所以它市值蒸发了5400亿 连日经都在讲说 你还定价那么贵 你现在最高定价是1199美元 现在这是有钱人的产品 所以苹果面临到的市场逆风 就可想而知 的确很多过去是果粉的人 现在都觉得说 没有太大变化 我还要花那么贵的钱 那算了 反正我拿旧的拿新的 人家也不见得看得出来 我们都装手机壳 看起来差不多 这个搞不好还256 256而已 你是说这个1199 不是512 所以如果要用到1TB 就更贵了 华为还有新的登场 在西班牙这边 举办了时尚更跨越 穿戴战略的新品发布会 也有惊喜 他们请来奥运四金得主 传奇运动员莫法拉爵士 以及在全球时尚健身 这非常有名 帕梅拉 女生有在健身都知道他 他有教各式各样的 这个是来自德国的一个健身博主 他们就为华为这一个新的穿戴系列 来担任这个代言人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发起名为 Light Up Your Rings 这样的活动 用户可以透过华为的健康APP 来分享一下你的健康生活 甚至帕梅拉也用这一种 替他们在社群上面 或者是在网路上头 也开始在做一些宣传片 我们看这个华为全连接大会 也在9月20号要举行 据说孟晚舟也将要做主题演讲 所以大家非常的矚目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这个华为应该再加个国际宣传 说保证不会被美国监听 这样我看可以多卖几百万支 有 我今天早上有看到 华为的海外经销商 他们的描述就讲说 这个不会被CIA控制 他们真的写在里面 真的 不过那个嘛 杜罗就直接这样讲 那我那时候他一定会有人听他讲话 这个华为我感觉 925比较像是一个 一个嘉年华 比较像 就是综合他所有的产品 因为他的产品可能零零种种蛮多的 最近不断发表 包括车子 包括穿戴 我还听朋友说搞不好还会入笔电 当然包括手机 那个时候应该 应该那个 那个60家 应该出来了吧 到现在没有看到 那手猫色的那一款 不是 就是那个家 比较大萤幕的 那我觉得他蛮厉害的 因为829开始发布 那既然可以一路造势到9月25号 这简直不可思议 就一个手机发表 可以给你搞了快一个月 这简直是 所以他是有节奏的在造势 因为那个时候他突然发表 大家就说大概就是因为Romando人在大陆 所以那个政治味就很重 那当然就瞬间激起了这个大陆的民族主义 那接下来就传出一个消息说搞不好正式发布会就没有了 那事实上并不是 还是有正式发布会 那我们后来就看到他不断的有新的产品出现 包括X5 还有那个Mate 60 Pro加 然后后来就 那个我们就看到问界7 M7那个车就出来了 所以有点不可思议 就是所以等于是筹备已久 然后突然之间闪电攻势 在两个礼拜里面纷纷出笼 所以这个显然就是一个 这个绝对不是在跟美国呛而已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用我的话叫做帝国大反击 这也不是叫王者归来 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帝国 那个帝国要重新发动引擎 要重新开始了 最终一定是跟苹果在抢 抢那个四战律 不过我跟你讲 因为他目前的挑战跟以前不太一样 因为以前他是用安卓系统 所以他跟苹果真的是全球的卖的量 他现在是用鸿蒙系统 所以估计第一步应该是先在中国内部 因为鸿蒙系统现在在全球的铺货不大 所以大概就是中国跟俄罗斯 他会先铺一定的量 那接下来就会引动 我认为美国会有一些科技公司 会想跟鸿蒙合作 目前就听说高通 可能会有这样的异象 那个是后续的发展 好 我们来请教赖老师 我就拿我这几天在玩这个华为的经验 因为他确实很贴心 他有一个很简单 因为对我们这种外行的人 他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明 就是怎么样把你的旧机 那么跟新机转换过来 然后他有一个新机是一个QR Code 你就拿旧机扫描一下 他就过去了 在他刚开始给你的电 大概在40到45左右 那充电的时候的速度很快 快到超出我的惊讶外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比较热 就是因为它的速度很快 所以你会感觉到热 但是一旦你充完了以后 它的热度很快就会消失 然后整个界面是更滑顺 速度很快 我们台湾号称5G 但是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基本的APP都给你装好了 你自己本身只要去 再下载你要的 那它基本上都给你设定好了 所以它很贴人性 而且很符合我们的需要 整个界面很漂亮 摄影的拍照的选择比以前更多 例如说美颜各方面的就更多了 但它这次主攻不是在镜头这个部分 然后整个用的更滑顺 我想很多用的人已经开始会有感觉到 是更加的滑顺 确实它的优势是有的 我个人在想925那一天 就是因为孟晚舟重获自由 她被美国人 被加拿大人 他们非法的剥夺她的公民权 她的人身自由 美国跟加拿大两个国家的政府 直接破坏一个中国的公民 直接破坏一个国家的公民的人权 这是人类间最遏制的行为之一 那孟晚舟一回到中国 到深圳的时候 她穿的是这个大红色的衣服 就中国红 那她讲了一句名言 她说如果系列有颜色的话 那一定是中国红 我们再看如果25号那天 她也把中国红穿过来 我觉得这个宣誓意味就很明显了 穿同一套衣服这样在现身 对 那就是很明显 那要从飞机上走下来 对 不用从飞机上走出来 她只要从她展示台走出来 大家的感受就非常的强烈 那种都回来了 我个人倒觉得 蓝老师对当编剧 我个人倒觉得 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是一件好事 因为苹果从 就是从华为受到美国 不当打压之后 苹果就懒惰了 他们的员工就常常在 加州海边冲浪 不行 华为起来了 激起苹果在奋起 两个大企业相互竞争 消费者之福 华为好 苹果也好 我们消费者最好 不要让苹果继续懒惰下去 所以12 13 14 15 毫无新奇之处 太懒了 加油 苹果 不止了 三星也懒很久 都躺很久 该起来了 懒得很久了 来 问杰老师 华为去年的总营收 是6423亿人民币 它的实际的净利 大概是356亿人民币 这个数字非常重要 因为华为这个公司 它用于R&D的研发是它的收入的25% 四分之一 这远高于现在全世界高科技公司的平均水平 大概都两倍 所以我觉得华为如果营收增加的话 它的竞争力会更增加 尤其它在研发方面的这种投资会增加 今年本来我看这几个数字 就是Mate 60 Pro出来以后 本来有人说是预计销售上是600万 600万支 就后来很快就升到1000万支 然后最前天我看变成1500万支 我今天看到最新数字说 它可能要卖到2000万支 那这个2000万支 我就以我上次看到的数字 如果卖到1000万支的话 它今年光这一支手机 它可以进账1000亿人民币 那你想想看如果2000万支的话 那就2000亿人民币 那就是整个去年总营收的 几乎三分之一了 所以这支手机我觉得对于华为的 这个继续的在这个科技的道路上 遥遥领先 我觉得很有意义 而且这一次它推出了 不只是Mate Pro 60 Pro 它还有继续两支手机接着出来 Mate 60 Pro Plus 还有一支是Mate X5 是那个是所谓折叠手机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穿戴装置 当然可能销售主力还是Mate 60 Pro 不过整个这些加起来 我觉得真的达到一个2000亿的 这样子的销售目标 可能也不能够说是太乐观 另外除此之外 华为还推广什么 还在推广这个M6 M7 所谓的问界的 这个智能驾驶 智能座舱的汽车 但这个智能驾驶加智能座舱的话 也是跟华为的这个领导建设计 自己讲说遥遥领先 所以我就觉得 今年对华为来讲 真的是一个破茧而出 可能如果这几项产品 都获得了市场青睐 那么赚取了大批的利润进来的话 那我想华为明年的研发 它又多了更多的资金投注研发 那华为就是真正 要长时间的遥遥领先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黄舟麻回来